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人生假星星 我是星星 今天是大家的点播片 这位应该是目前的点播排行榜第一名 他出生晚清的皇室贵族家庭 是名正言顺身份高贵的格格 在清朝覆灭后 他的父亲想要借着日本的力量复辟大清 甚至不惜将他过继给日本人以和日方交好 从此这位满足格格成了大和女子 他的日本名字比起他的本名更为人所知 为了满猛脱离中华民国的独立运动 他积极加入了日本的清华战争 并且利用美色窃取情报 据传东北王张作霖被炸死 就是来自他的贡献 在日本建立的满洲国 他被称为为民族愤怒的满洲圣女贞德 但是在民国政府 他则被称为美女间谍东方的马塔哈利 在日本二战失利后 他被依照汉奸罪处死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 二战时期最传奇的间谍川岛方子 川岛方子本性是爱心觉罗明显于 他的确切出生年份并不详 但根据推断 他应该是出生在清光绪 三十三年四月十二日西元一九零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位于北京的肃亲王府是满洲香白旗人 香白旗属于八旗中的上三旗 身份地位比较高 而且显瑜的父亲正是香白旗的旗主 河朔肃亲王善袭 他的家世还不仅于此 清朝祭取明代的教训 为了防止宗室贵族子弟泛滥 便创立了一个将袭制度 就是王室宗亲的美传一代 爵位就会第一等 传到后代子孙有的可能根本就只空有头衔 没有爵位 不过大清有十二铁帽子王 这些铁帽子王大多是在满清建国初期立下了汉玛功劳 或者是辅佐后来的皇帝有功 被遇赐世袭罔替 意思就是绝位世世代代承袭不降绝 显瑜的父亲善其承袭的肃亲王便是铁帽子王之一 他是大清建国后的第一位皇帝 皇太极嫡长子豪格的帝时代嫡孙 由此可见显瑜出身的爱心绝罗家 可不是一般的爱心绝罗家 在清朝还流行一句顺口六 公王府的房子 御王府的墙 素王府的银子 用斗梁 所以即便当时的大清已经步上末路 肃亲王善其一家的生活还是过得非常好的 善其除了迪福境外 还有四个侧福境以及其他的侍妾格格 一共为他生下了三十八个子女 显瑜的母亲是父亲的第四侧福境张家 他一共生了十个小孩 显瑜是长女也是善其的第十四个女儿 不过他的母亲不是在怀孕就是在生小孩 小显瑜和母亲的关系并不轻 后来母亲在生第十个小孩时 因为男产和小女婴一同母女双亡了 据说小显瑜从小就展现了过人的聪明以及刚强的个性 他的哥哥捉弄他时他都会毫不犹豫的反击 也因此他很受到父亲的喜爱 善其还为他取了一个字叫做东征 意思就是东方的征宝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各省纷纷宣布独立 隔年呢在秀政太后 龙玉以诸皇族以俯从名义以旧申灵的主张下 宣统三年12月25日 西元1912年2月12日 年仅六岁的皇帝溥仪颁布了宣统帝退位诏书 大清正式覆灭 这时肃亲王家的十四格格显瑜还不到五岁 而就在退位诏书颁布的前几天 极力主张君主立宪宗社党的主要成员 肃亲王善其察觉到大事已去后 他拒绝在退位诏书上签字 善其在日本人川岛浪宿的协助下 举家搬到了日本租界旅顺 希望能借由日本的势力发动满猛独立复兴大清 说到这大家应该猜到 没错这个川岛浪宿就是后来为显瑜 取名为川岛方子的日本养父 虽然此时大清已经覆灭 但以肃亲王的家世绝对还是有迁有势 那他怎么会将女儿出祭给日本人 堂堂的大清铁帽子王又怎么会变成清日派呢 这件事我们要把时间拉回到满清覆灭的12年前 西元1900年光绪26年八国联军这年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时 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皇西逃 他命钦差大臣庆亲王易匡 梁广总督李鸿章和显瑜的父亲肃亲王汕齐 留在京城与八国联军交涉 就是在此时汕齐认识了日军翻译官川岛浪宿 出生在现在日本长野县的川岛浪宿 只是一名低阶武士的后代并不是名门望族 他在东京外国语学校学习了中文 甲午战争爆发后他就以翻译官的身份加入日本陆军 还曾经在甲午战败后割让给日本的台湾总督府工作过 八国联军爆发后他再度加入军队 并且以优异的表现成为了日军司令官的翻译 就是在大清与八国联军斡旋的过程中 汕齐认识了川岛浪宿 汕齐虽然是铁帽子王之一 但他并不是一位固步自封的守旧分子 他大力主张改革 许多北京城的现代化基础设施 就连近代的警察制度都是在他的主导下推动的 所以即便经历了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 汕齐不仅没有憎恨日本 反而很欣赏日本的现代化 而且对中国文化比较熟悉的川岛浪宿 显然也知道汕齐的背景 所以比起直高气昂的欧美军队 川岛浪宿对前来和谈的肃清王汕齐毕恭毕敬 两人也因此成为了至交 汕齐认为同样是黄种人的大清和日本 应该要一同对抗白种人 尤其是北方的俄罗斯 于是在清帝溥仪训味的前夕 汕齐在川岛浪宿的游说下举家搬到了旅顺 他受到日本关东军的热情接待 准备要和日本一同合作 推动满猛独立建立满猛王国复辟大清 到了旅顺后的汕齐 不知道是为了要取得日本的信任 还是真的对日本很崇拜 总之呢他开始极度亲日 在他到旅顺的几个月后 7月30日明治天皇逝世 汕齐还穿着桑服为天皇守桑 并且聘请老师来教导子女们日文 后来他大部分的子女都被送到了日本读书 或是和日本人结婚 就是呢在这样的背景下 善其将他最聪明的女儿十四女 显渝过季给了他的爸爸兄弟 没有孩子的川岛浪宿 于是呢这位大清的末代格格 爱新绝罗是显渝 就跟随他日本养父的信 以他的字改作川岛东征 在第一次满猛独立运动失败后 日本内部对中国的政策起了矛盾 一心呢想要借着满猛独立 扩大在中国势力的川岛浪宿 被召回了日本 年纪七岁的养女川岛东征 也跟着养父母一同回到日本 并且将名字给我们熟知的川岛方子 在旅顺就学过多年日语的川岛方子 很快就适应了日本的生活 川岛浪宿呢也很重视方子的教育 先将他送到了现在东京第二师范学校的前身 丰岛师范学校附设的小学读书 小学毕业后他回到养父川岛浪宿的老家 现在日本长野县松本市 就读松本女子高等学校 不过川岛方子一方面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 另外一方面为了未来的满猛独立 川岛浪宿也以完成任务为最高荣誉的 武士道精神来教育方子 并且安排他学习剑道射击马术等等 切切实实的为复辟大清准备 再加上当时日本军国主义盛行 川岛浪宿家又是日本法西斯聚会的沙龙 所以从小个性就比较倔强的川岛方子 因此更为强悍甚至是我行我素 不仅经常和男生打架 读女子学校期间还都起码去上课 把老师跟同学都吓坏了 不过学校碍于他养父的身份也拿他没辙 一直到1922年川岛方子16岁这年 他的生父末代肃亲王善奇 因为满猛独立运动接连失利 年仅56岁就抑郁而终 川岛方子回到府顺奔丧 但是当他再回到日本时 学校却坚决将他退学 而差不多也是在这一时期 川岛方子在日记里写道 我彻底清算了女性 从这天起本来穿着合身合服 像个美丽日本女孩的川岛方子 毅然决然的剪去了长发 留起五分头穿起男装 并没有人真正知道 川岛方子为何会在到日本将近十年后 做出如此大的转变 主流的说法大概有两个 第一是他的生父善奇 壮志未求生先死 川岛方子决定继承父业 复辟大清以男装明治 表示从此再无儿女私情 另一个更广为流传的说法是 当时59岁 大川岛方子40多岁的养父川岛浪素 寄于青春年华的川岛方子 而且据说他和川岛方子 同父同母的哥哥献力说过 你们的生父善奇是位忍者 而我是位勇者 忍者和勇者的协议结合后 会生下智勇双全的后代 于是川岛浪素 强上了他的养女川岛方子 川岛方子因此羞愤至极 还在他当时约会对象 日本级右派支持 大东亚共荣圈的年轻军官 盐田艾之柱的家举枪自尽 不过幸好抢救得宜 方子捡回了一命 虽然没有证据可以证实 哪个说法为真 但川岛方子确实在他大约 十七八岁的年纪 挥别了女性身份 从此多以男装饰人 而也是在这年 逊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 被冯玉祥的国民军赶出了紫禁城 自杀未岁后的川岛方子和养父的关系几乎决裂 川岛浪素就将方子送到他的原配妻子 也就是川岛方子的养母 川岛福子娘家路儿岛去修养 1927年川岛方子21岁时 按照他身负善喜的遗愿 川岛浪素将他送回了履顺 嫁给满猛独立运动中 蒙古族主要领袖之一 八部杂布的赤子 曾经也留学日本和川岛浪素 关系也很好 还有跟日本名川岛龙梁的干猪尔杂布 希望能借由满族和蒙古族的联姻 来强化满猛联盟 不过虽然川岛方子和干猪尔杂布 都有着满猛脱离中国的共同目标 但两人个性极度不和 据说干猪尔杂布个性懦弱又爱花天酒地 让个性刚强的川岛方子非常不顺眼 结婚没多久呢 川岛方子就经常无故不回家 不是呢回到日本 就是流连在大连旅顺的舞厅 后来川岛方子还和日本驻上海大使馆的舞官 陆军中校田中龙籍同居 田中龙籍当时正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 川岛方子的多重身份 语言能力和清晰的头脑 是田中龙籍求之不得的情报人才 于是呢 田中龙籍开始训练川岛方子 成为一名真正的间谍 从此呢 川岛方子就再也没有回到丈夫的身边了 这边呢要先说一下 虽然川岛方子和日本关东军往来密切 但并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佐证 川岛方子的间谍生涯究竟做了什么事 接下来呢要说的川岛方子间谍活动 大多都只是推断 其中呢据传他的成名作就是1928年参与了炸死东北王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 1925年民国14年东北王张作霖的心腹郭松霖在国民军冯玉想的策动下发动叛变 毫无防备的张作霖凤凤系军队呢几乎垮台 而一直想在东北做大的日本关东军就借由呢协助张作霖攻打郭松霖来换得和东北王的结盟 不过呢事成之后张作霖对日本的态度却一直模棱两可 日本三番两次要与张作霖合作都被摆到后 日本终于意识到要禁犯中国必得拿下东北 要拿下东北就一定要除掉张作霖 而显然呢与此时绅士十分好的张作霖奉军正面通途不是很好的选择 于是日本决定要暗杀他 1928年4月蒋中正率国民革命军在北伐战争中大败 在北京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的张作霖 大势已去的张作霖呢准备撤退回到东北 据传呢就是在此时日方派出的中日与都精通的川岛方子 以美人计去诱惑人在东北张作霖的长子花花公子的张少帅张学良 不过呢少帅觉得一位日本女孩的头怀送抱实在太不对劲 并没有上钩 川岛方子呢只好转移目标找上了张学良的副官 很快的川岛方子就从晕船的副官口中得知了张作霖专专列回到东北的时辰 日本关东军呢就根据这个情报在张作霖专专列经过奉天市黄孤屯车战时 成功炸死了东北王 这让川岛方子一战成名受到关东军的重用 这年呢他才不过22岁 这件事也直接导致了三年后民国20年9月18日 日军占领东北三省的918事变 918事变后大多数的东北当地人对日本非常的不服 于是呢日本就想要找一位人民幸福的领袖来管理东北人民 显然呢大清的训位皇帝溥仪呢是最适合的人选 关东军就在当时溥仪居住的天津刻意制造纷乱 躲过国民政府的监视将溥仪带到了东北 开始筹措满洲国 可是呢皇帝来了皇后婉容却还在天津 于是这年的年底日本再派出了 由大清皇室协同的川岛方子前往天津 据说呢川岛方子穿回了旗袍 以久违的肃亲王十四格格的身份 前去探望前清皇后婉容 并以朋友病逝为由将婉容藏在了棺材里 偷偷运出天津 抵达府顺和溥仪汇合 隔年的1月日本为了转移国际舆论 对日本发动918事变的踏伐 以及呢事变后上海对日贸易的各项层处 日方再度安排川岛方子 故意在上海挑起中日事端 日军呢便以保护侨民为由 进犯上海史称128事变 屡次的任务成功让川岛方子 在关东军的威望大增于是呢满洲国成立后川岛方子被任命为满洲皇宫 女官长而且川岛方子同父异母的兄弟至少还有10人都在满洲国担任高官 紧接着他又被任命为满洲国安国军的总司令 并且亲自率军参加热核战役 这场战役呢日军大获全胜 关东军还称亲父战场的大亲哥哥川岛方子是东方的圣女贞德 而这大概也就是川岛方子的人生巅峰了 随后川岛方子随同他的七哥爱心觉罗氏的献魁 汉民金碧东为自己取了个汉民金碧辉 在满洲国建立后川岛方子因为赫赫的战功开始目中无人 此时呢在中国战场连连胜利的日本也不再需要这位满洲间谍 川岛方子也慢慢的察觉日本扶植溥仪并不是为了满猛独立 只是为了建立一个傀儡政权来进攻中国 更让川岛方子没想到的是他从小就为了大清复辟努力 但后来见到末代皇帝溥仪时 却发现呢他只是一个优柔寡断懦弱无能 任由日本人摆布的棋子让川岛方子失望至极 他开始公开批评日军的大陆政策 并且利用权势释放被日本关押的中国人 1934年任无可忍的日本关东军以危险分子的理由 将28岁的川岛方子送回日本并且严格监视着 三年后民国26年西元1937年7月7日 日本挑起了卢沟桥事变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川岛方子趁乱回到了中国 在天津开了东兴楼梵庄 日方和中方的政商民流呢都经常聚集于此 这个时候呢川岛方子应该已经很清楚 大清复辟是无望了 但据说呢他仍继续以梵庄作为掩护从事情报工作 甚至有传言他可能是中日双面间谍 他还因此呢被日军最高指挥官 东条英姬下令关押了半年之久 至于他为何要继续从事情报工作 有人说他是为了权 有人说他是为了钱 不过呢这个饭桩并没有经营太久 1940年川岛方子背后的金主 清日军阀石友三被部下所杀 没有资金的中心楼只好仓促解业 1942年川岛方子在北京因为殴打日本宪兵 再次被送回了日本 一年后他又返回了中国 不过呢对日本来说川岛方子此时已经没有利用价值 又有双面间谍的疑虑 回到中国的川岛方子呢也就没有再从事情报工作了 1945年8月日本二战战败无条件投降 而不知道呢是刻意还是巧合 10月10日也就是革命军推翻大清的武昌起义 后来双十国庆的这天 国民政府情报单位军统局派出了宪兵 到北京东四九条胡同逮捕川岛方子 随即呢以汉奸罪起诉了他 两年后民国36年西元1947年10月8日 川岛方子的审判在北平高等法院展开 川岛方子呢以前亲格格的身份 被依汉奸罪起诉 引起了民众的关注 比起呢我们之前说过 和川岛方子有交情的山口叔子 也就是李香兰 以及汪精卫的夫人陈碧君的审判 都还要引人关注 根据报道呢现场因为聚集的人数太多 初次的公审还被迫延期 而关于川岛方子汉奸罪成不成立的关键 在于他到底是不是日本人 如果呢他和李香兰一样可以提出日本籍的证明 那就不存在汉奸的问题 尽管呢川岛方子在法庭上坚定的说到 我是日本人不是中国人 还写信给他的日本养父川岛浪诉 请养父出示他的日本户籍资料 事实上呢当时中国人要取得日本国籍 也不是那么容易 川岛方子可能真的没有日本籍 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川岛浪诉 担心被连累也被视为战犯 川岛浪诉只简单回了封信 表示呢川岛方子确实是他的养女 但是户籍资料已经弄丢了 于是呢与提出日本身份的李香兰恰恰相反 无法证明日本籍的川岛方子 虽然也没有他间谍活动的确切证据 但在1947年10月22日 国民政府河北省高等法院 还是以疑罪从有的原则 以汉奸罪判处川岛方子金碧辉死刑 隔年1948年3月25日上午6点 在北平第一监狱 41岁的川岛方子被枪决身亡 不过多年来一直有川岛方子 偷天换日并没有真的死亡的传言 最大的疑点是呢 当时政府只允许两位美联社的记者 进入刑场 而其他的记者后来见到的是 已经血肉模糊难以辨认的尸体 关于川岛方子炸死的传闻有很多 最广为流传的是呢 一位患有严重胃病 也会说日语的刘凤林 以石根金条为代价 为川岛方子赴死 在川岛方子被处死的60多年后 吉林长春 传出了一位已经过世的老太太方老 正式炸死后隐姓埋名的川岛方子 2009年日本朝日电视台 在使用最新的科技 比对呢 川岛方子的照片 和国民政府公布处决后 尸体照片的骨骼 认为呢 尸体的骨骼比较像是 从小干粗活的农村妇女 和养尊处优的川岛方子 应该不是同一人 不过尽管传闻不断 到现在都没有直接证据 可以证明川岛方子的炸死 而我个人认为呢 川岛方子有没有偷天换日 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呢 从1948年3月25日上午6点 在北平第一监狱 枪声响起的那刻起 无论是川岛方子 金碧辉 还是爱新觉罗氏的险鱼 就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满清末代格格 二战时期传奇间谍 川岛方子的故事 就要这里结束了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